古代武将手中的兵器一百斤有余,伊利将学会,是士兵战斗的基本在古代的冷兵器时期。 上战场打仗的武将们,经常在两军对战时,战到万军之前,与营战的敌方将领展开激烈厮杀,而手中所学的武器,可不是一般士兵所用的刀剑。 作为古代军中的武将,手里每个重量级武器,可不好上前校正。 在古典影视剧的剧情中的小说,人物李渊霸八百斤的雷骨金锤,单单是一个铜锤的锤头就有三把金重。 当然,李渊霸这样的人物,存在于小说之中,我们无法考证,但从这些文学作品中,也能够折射住古代人的力气不是一般的大,因为在古代的农业经济中,体力与力量,就显得格外的重要。 据说残军入伍的士兵,要经过考核中的一项,就是要凭借自身的气力,来抓起石头做成的杠铃。 还有一种说法,不仅仅是局限于使用铜锤的武将,但使用铜锤的武将更加贴合这个说法,那就是伊利将实惠,就是说凭借自己的力量来赢得对手。 但在真正的实战中,又有谁会使用在距离上不占优势的短柄铜锤呢? 要么就是强枪占尽距离上的优势,要么就是长刀皆敌,但绝不否认,铜锤这样的一种古代典型冷兵器的代表。 十八般武器各有各的优势,使用铜锤的武将,必定是历大无比才可以玩的传。 中国古代枪族和入关前的清兵,都建立过铁锤军团,似乎都给打得很狼狈,大概这玩意和府一样,对力量要求太高了,不耗组建纯次有野蛮人组成的军团。 在冷兵器时代发生的各种战兵中,士兵在战场上贫杀,靠的无非就是自己的双脚来激动,携带手中的冷兵器迎敌,还有能解放一些角力的战马,来提高行军和完成骑袭。 力量在古代战兵中,就如同当即直观的武器一般的存在,想象一下两军碰撞在一起时,基本就是一场壮博战,谁的力气大,谁的有更加充足的耐力那么的谁就可以赢得战兵上的胜利。 武将在战兵中所用的重武器,也是冷兵器中花样最多的一种。 说来也简单,重型冷兵器的杀伤力,来自其兵器本身的重量和武将的气力,并没有什么特别花哨的招式,一般情况下,对方被重武器击中后,一下就丧失战斗力了,即使用盾牌去挡,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力,当下就极有可能骨头断裂。 小说毕竟是文学作品,被夸大了的武将比比皆是,我们暂且不用去细细研究,看一下历史上有记载的真实人物,便能更加真实地了解武将所使用的重型冷兵器,到底有多大的威力? 首先历史君能想到的就是秦琼,秦琼自书宝琴周历称,尖杀东几男人。 唐朝开国降临,林阶阁二十四功臣之一,秦琼在民间故事中,以终一著称。 随唐演义,有大量关于秦琼的故事记载,如,秦琼当剑卖马,书宝旧叫红尼尖,以义士,梁将,忠诚的形象贯穿全书。 相传秦琼的武器是一对筋,剑,长二尺二寸,约七十至八十公分,重了二十余斤,秦琼过世后,由秦怀玉继承,秦怀玉战死后,由孙琴梦所继承。 小说中说,秦琼之绝招尾撒手剑,欲罗成了回马枪,并名于世。 同时,秦琼的长枪也是被广为流传,就他书中写道,秦琼每一次同李世民出战时,遇到对方的武将炫耀,都会手持一把长枪,在众训中去敌军守级。 同样证实的记载中,当年李世民困乱是冲在洛阳,秦琼为了能够震慑到敌军,将马飞驰到城下,将手中的长枪猛地插入土中,便离开城下。 随后,城中出来数十名壮汉,和力要把秦琼长枪拔出去走,可是死活就是没有将长枪拔出,之后,秦琼将长枪拔出回到军中,这一兵器百斤有余。 从这一方面能够了解到,古代战争上能够做的武将的士兵,戾气绝非一般的士兵能够匹敌,必定是军中出类拔萃的大力士,那种立跋山和气概式的英雄,气概,深深打动着每一位听客,在文学著作中,留下的浓漠重彩的毅力。 从这些文学作品中了解也好,还是从正式中佐证这一点,都是对当时的那个年代人们生活的真实写照。 在农业经济中,力气是一个地方发展农业的基本,同样在古代战争完全没有机械化的加持下,力量对于战争的走向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 当我们徜徉在千年的古代文化历史中,就能深刻的了解到环境造就了一代又一代人们的生活方式,同时,人的生产力,也使环境发生着日新月异的转变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